挺台湾 挺观光 坐公车去了解 所以台湾这一块很好的观光旅游地方 利用这个机会 我就鼓励我们越南新兵的员工回来 台湾来观光旅游 担任立法院新南向国会交流促进会会长的钟嘉宾表示 疫情前越南来台旅客人数已达40万人次 疫情后成长更为快速 去年还超越日美达13万5千人次成为各国之冠 是可以开发的潜力客群 也是增进两国人民互动最直接的方式 去年越南来台旅客就有13万5千人 大家想想看 疫情之前是40万总共 单单去年就13万5千人 也超越日本跟台湾成为来国的第一名 那今年的第一季来台湾就有9万5千人 所以你看越南潜力无穷 担任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招委的许志杰则建议光局 应该规划更多鼓励措施 吸引台商奖励员工来台旅游 另外航线部分也应减快复飞 中南部机场则该增加航班级运量 除了越南精密工业将有千名员工来台旅游 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长洪奇昌也透露 有泰国台商已经确定将率领员工来台观光 泰国那边也是一样 有两个公司已经决定 他们会有大概一个在500人一个大概800人的团 他们也会到台湾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新南向这边的台商的工厂的员工 能够更多来还国来增加我们台湾的内需 光局方面表示为了振兴新南向市场来台旅客复苏 在去年11月重启关红专案 提供签证等便利服务措施成效良好 因此对今年达到600万国际旅客来台的目标充满信心 实际上以越南第一季来看 越南第一季它的成绩已经到93% 跟疫情来比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也要感谢我们越南很多好朋友 特别是奖励旅游方面 它也是非常的畅旺 所以我们后续其实对这个600万还是充满信心 洪其昌也提到政府观光事权分散 层级过低影响推动成效 对此许志杰证实 这个会期会通过将交往部光局升格为观光署 希望透过人员编制扩大及预算变多 协助民间旅游业更蓬勃发展 让台湾往观光立国的目标迈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欢迎订阅